据说盆菜里汇集了九道大菜 集合了煎炒烹炸蒸煮炖等多种手法 李玉堂是长安镇制作盆菜的高手 需求量大的时候 他一天得做两百多份盆菜 赶上李氏宗亲聚会 我正好可以见识一下这盆菜里的秘密 咱今天要买点什么呢 这么多呢 我看看 这张食材单看得我眼花缭乱 为了节省时间 我们丁分两路 干货和蔬菜交由我来代劳 肉类食材挑选比较烤丘 李大哥要亲自挑选 有几重的 三根工虫左右的炸光鸭 有啊 李大哥所说的蘸姜鸡 其实就是三黄鸡 一百二十天的鸡 肉质细嫩 脂肪适中 是制作白切鸡的首选 一百二十天的鸡 和它七根工的有没有那种 有 老鸡 李大哥说 鹿鹅是东莞人的家乡味道 但长安镇人也有自己独特的做法 用葱 姜 蒜 南乳 蚝油 十三香等调成料之后 倒入鹅肚子里 在鹅身上涂抹一层酱油 油炸大约五分钟 鹅皮紧绷变色后就要捞出 然后放在锅里继续蒸熟 出锅后 将鹅肚子里的汁水浇到鹅肉上 滋味浓郁 用冬菇搭配鹅杂和鹅掌清蒸 冬菇蒸鹅杂也会在盆菜中占有一席之地 李大哥轻车熟路 在市场快速采购 而我也加快了速度 你好 老板 您家东西真够全的 好 先挑芋头 那就这个 好 焯粉 然后我要这个萝卜 萝卜一定要种在水分里面 白菜 对 还有马蹄 你看 这都有直接削好的 我就要这个 削好的 白萝卜虽然普通 但却是盆菜里关键的垫底菜 广东人很喜欢南乳的味道 这种由红曲发酵而成的豆腐乳 自带汁香和酒香 白萝卜切块 下入清水炖煮 加入南乳汁 生抽 八角 盐等调味 大约炖煮一小时 白萝卜软烂多汁 清新爽口 我跟李大哥收获满满 接下来就要看看 他会如何烹制这么多的食材 又是如何把它们都装进一个盆里的 李大哥 现在咱们这个五花肉 是已经煮好了是不是 是 已经熟透了 全熟了呀 是 是 是 要用这个蒸 把这个口腰这样擦 这个是叫松皮蒸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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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用这个松皮蒸扎一下呢 扎一下那个油很容易要吸到油里面 我明白了 这个油就容易从这个小孔中间渗透进去 就容易给它炸出这个虎皮状 是 是 是 香芋扣肉是盆菜里最受欢迎的美味之一 李大哥说 五花肉必须呈现出红亮的虎皮效果 这道菜才算成功 以前将肉煮到全熟 再扎孔 抹上酱油 都是为虎皮打下基础 接下来就要考验炸制的火候了 防止它溅 所以要用锅盖盖 所以你是直接给它下面用个壁子垫着 然后呢 把这个肉放到下面就可以了是吧 是 是 是 这个时候里面如果不盖上锅盖就太危险了 这个皮在油里面爆了这样 对 能听出来那声音啊 那劈啪的声音 这个过程大概要持续多长时间 要30秒左右 30秒左右 之后你还要翻动吗 对 对 哦 还要翻动 在约150摄氏度的油温里 五花肉的皮上出现了一层绵密紧致的气泡桶 捞出后 将其进入冷水里 当气泡孔喝足水分 就会变成带有褶皱的虎皮 同时冷热交替也会使猪肉组织急速紧缩 增加柔韧的口感 在切片时 皮肉还会紧密相连 为了增加油脂香味 芋头也要提前炸制 接下来李大哥就要施展他的调味魔法 他会如何给芋头扣肉调味呢 这是您的这个料是不是 我闻闻闻看 我闻到了那个南乳的味道 咱下一步是要开始码了吗 不是不是 一定要把这个料放在里面 然后关在一起 然后再叠起来 你的意思是先要拌料 把这些都拌一下 是不是 如果说我先买好了 再浇不行吗 这样扣肉 芋头一起的时候 就隔住了 对 这个中间就渗不进去了 是不是 所以咱是先给它拌一下 都入味 五花肉和芋头 要继续在蒸锅里入味 李大哥说 盆菜里汇聚了各种家常食材 东莞水仙的代表鲫鱼 也要出出风头 果然被我猜中 鲫鱼是要被做成鱼园 但我只猜对了一半 因为李大哥做鱼园的手法 实在太特别了 马蹄 红枣 冬菇肝 猪肥镖 生蚝肝等八种食材 组成八宝 都被李大哥切成了 大约一厘米见方的丁 我十分好奇 这么多这么大颗粒的食材 还能做成鱼园吗 这个丸子你看起来没那么圆 因为它有很多食材 感觉都鼓鼓囊囊的 但是因为这个鲫鱼 经过大哥这么搓来搓去之后 它是很有粘性的 所以所有食材 其实都会很牢牢地 就粘在这个上面了 是吧 对 看得特别清楚 这里头到底有什么 你看 那个是马蹄 那个是虾米是不是 对 对 对 你看这个手 这个手 抓一下这样它不粘了 是吧 对 你看 挤了一手的各种食材 这跟以前做那种光滑的肉丸 鱼丸完全不同 李大哥制作鱼园 其实是用鱼绒充当了粘合剂 将八宝紧密粘在一起 蒸好的鱼园 每咬下一口 都能吃到不同的食材和味道 奇妙无比 剩下的鱼绒被李大哥反复摔打上进 在热油中煎成鱼鱼饼后 再与白菜一腾炒制 李大哥说 盆菜由九道大菜层层马放而成 制作时不仅要将每道菜做好 还要注重菜与菜之间的关系 那么这些菜会被如何马放在一个盆里呢 咱们先放哪个后放哪个是不是也有讲究呢 有有有有 先把能吸收味道的菜放在第一层 放在最底下是吧 对对 那我猜肯定是萝卜放在最底下了是吧 最稀味的 第二个菜这个猪皮 猪皮 为什么是猪皮呢 猪皮也是吸收上一层的味道的 第三层咱们放哪个 放这个淋鱼饼 因为这个扣肉的味道呢 很浓 对 它能渗透上面的菜 上面的菜能够吸收它的味道 上面的菜更好吃 对 它这个南乳的味儿应该也会比较重一点 是不是 我发现真的是 这个肉这一层的下面 那是一个炒菜 然后上面再铺一层炒菜 把它们隔开 对吧 就不会影响到这个 中间这个扣肉比较重口味 丸子是要放在哪里 这丸子就放在周边的 一圈啊 这个是鹿鹅 去保持它这个圆圆的造型 对 然后这个白斩鸡要放在最顶上 最最顶 我猜是因为白斩鸡 它其实是最清淡的 它不能被其他味道影响 对 所以一定是放在最顶层的 对 把它抬起来 哇 这个真够分量了 最关键的是 这一盆真的叫盆满钵满 李大哥告诉我 在过去 长安镇的百姓并不富裕 逢年过节 他们就把三五家做的菜肴 集合起来 装在一个大盆里 既能显得量大丰富 又有团结一心 长长久久 盆满锅满的美好寓意 就在我们马菜的时候 李氏中心已经陆续到来 大家围坐一桌 共食一道菜 这不仅是拉近彼此情感的时机 还是柔子易解相愁的家乡美味 我们的李氏中餐 李宰成 这个盆菜是李宰成 他的儿子几成副业 然后他就介绍过来 把这个盆菜搞得咬生咬喝 所以李大哥这个手艺 是从您父亲这传过来的 是不是 他的手艺太好了 我相信父亲手艺应该也更好 太棒了 一道盆菜啊 包含了各种不同的做法和食材 看起来只有一道菜 其实呢却有九道菜 他们彼此独立存在 但又互不夺味 相互融合 这正体现了当地人的智慧和团结 我们来可以做的 我们下午再放 快看 明镜需要 我们下午但 等监管 今天 我们下午 不能